如今我不再是低个儿了,可每当我看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出租车,心中就会默默地为司机们祝福,禁不住就想起了我经历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岁月。 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了这辆车不到半年的时间,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接踵而来。 这是一辆三乡的富康出租车,车牌号很不错,是一个金币的牌,北京很常见的那种。 这辆出租车是2001年的,人家开了三年,我半年前接了过来,不过车保养的确实不错。 自打我开上以来,从来没有半路抛锚过。 这说起第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是有一天下雪,雪不大。 是带着冰渣的那种雨下雪,嫌惠蒙蒙的。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早晨七点出去的,拉了一天,晚上大约八点左右收的,我把车停在我们小区楼下的小松树旁边。 当时这车上全是泥点儿,轮胎上也满是泥。 锁车的时候我还在想,明天又该洗车了。 可令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一出家门就看到我的车,正光瓦亮,一尘不燃。 我奇怪地打开车门,发现就连车里面的脚垫都像是刚洗过的,不见一丝泥土,完全是一个出租车的,漆净的标准样式。 车身镜,地板镜,玻璃镜,轮胎镜,座椅镜,仪表盘无杂物,发动机表面无油物。 直到现在,我也猜想不到这事是谁干的。 不会是家里的人,家里的妻儿不可能趁我睡觉的时候,大半夜出去擦车的。 即使擦车,也不会擦得如此专业,更不会想开着我的车去外面洗车,因为他根本是不会开车。 还能是谁呢? 四单元的大锅,大锅也是开富康出租的,是鱼洋的,不是我们喜来福出租公司的,可他连自己的车都脏兮兮的,怎么会帮我擦车呢? 莫非这小子糊里糊涂,大晚上擦错了车? 嘿呀,那太好了,可这一想,也不可能啊。 车外面他能擦,可里面呢,他哪有我的车钥匙啊? 这接下来,更摸不着头脑。 有一天我正在保利大厦门口排队,趴着。 后面一个瘦高的低歌,从他的结达上下来,拉开我的车门子,拍着我的肩膀呼喊我老谢。 我回头说,我姓徐不姓谢,那受得低歌连忙道歉说认错人了,可又走到我的车后,看着我的车牌号,自言自语,这不就是老谢的车吗? 我想这位兄弟,也许是认识我的前任低歌,不知道换了主,也就没太在意。 还有件莫名其妙的事,就是我这辆车的公里表,老实不准。 明明头天晚上收车,把车锁在小区楼下时,表上最后的五位数是13201,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出车,居然变成了16575了,多出了300多公里。 一开始我以为我记错了,我这个人呢大大咧咧,对数字这东西很糊涂,记得不太准确。 就拿张纸记了几天,可是老对不上,邪了,每天都多出两三百公里,我开始怀疑是表坏了,去了一趟傅康特约的维修中心, 修理工仔细地检查后,说一切正常,公里表根本就没有毛病。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二连三。 一天中午,我正在三环附近的路上扫活,前面有辆下立出租车,前机盖大开着,打着双闪,旁边有个低紧向我招手,都说开出租的辛苦,低紧就更不容易了。 我联盟停下来问怎么回事,低紧说,车一下子熄了火怎么也打不着,好像是没油了,管我要点油,我说没问题。 结果低紧递过来的油桶和塑料管,我走回自己的车前,拧开油箱盖,把塑料管的一头插进油箱,一头用嘴吸了一口,然后马上对着白色塑料桶。 当汽油注入油桶的时候,我发觉汽油的颜色有点不对,低紧插一道,大哥,您使的什么汽油啊,怎么那么红啊? 我一直在中石化加的油啊,酒三的,好使着呢,我也纳闷。 真的奇怪,我油箱的汽油怎么会是红色的? 我百思不得起见。 更离奇的还是三月份的一天,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北京的黄昏更是显得灰尘尘的,实现不太好。 我车上拉了一个广东人,往机场赶,时间挺紧的,从三环的拥堵中好不容易杀出来上了四环,速度一下跳到九十。 过了四汇桥,直奔机场高速,一路顺畅。 我在最里道开着,车子又快又稳,一眨眼的功夫,沿过了朝阳公园桥。 就在这时,不知道我的车怎么突然间轮胎爆死,现实有人踩了急沙,然后是尖利的刹车声刺破耳膜。 等我回过神来,车已经细滑了,钉子一样的钉在路面上,我的右脚竟还踩着油门,空气弥漫着轮胎摩擦的橡胶味。 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浑身白灰色点子,头戴安全帽的小个子民工就在我的车前头,比保险杠最多只有一拳头的距离。 小个子民工,也许是刚从隔离带翻过来,被眼前的一切给吓傻了,脸色苍白,也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 而我,也将将地坐在车里,半天没有还过事来。 我真的没看见那个小个子民工从哪儿冒出来的,真的无法解释这千军一发的时刻,车子怎么一下就停住了。 我真的是一点刹车也没有踩,脚还在油门上啊,想想就后怕一身冷汗。 如果说突然轮胎爆死是个故障,那这故障岂不是救人一命,那也太巧合了。 难道是天助我也? 不安的情绪让我又痛苦又苦恼,联想到这些日子的种种奇怪的事情。 对于这辆车,我开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我打通了公司的杨队长电话,把刚才惊险的一幕和杨队长仔细地说了一遍。 可没想到杨队长颇不以为然,一口咬定我当时吓懵了,产生了幻觉。 让我呢,注意休息,别整天没命地跑活拉前,迷迷等等的。 注意身体,劳逸结合。 还要注意遵守交通安全。 说到这里,杨队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许子,交通队的违章通知下来了,好像有你的,你买张交通安全报吧。 那上面登着呢,想着就罚款啊。 我连忙上报摊,买了报纸,打开一看,在违章车辆的一大串名单中,居然真的有我的车牌号。 车辆型号颜色,违章地点日期。 京币,小客车,红,小街桥。 2004年,1月17日,4点39分,02秒。 我不禁大吃了一惊,自打我开出租以来,我一直是早上七点以后才出车,晚上收车最晚不过九点十点钟,怎么会在冬日里的凌晨四点多违章呢? 难道是有人克隆了我的出租车,冒用了我的车牌号? 以前在报纸上,好像见过类似的报道。 我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然每天被这一连串的奇奇怪怪的事困扰着。 根本无法踏踏实实地拉活挣钱,非折腾出神经病不可。 对,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我开车直奔交警队,问询1月17日凌晨,我抽违章的具体情况。 交警队的电脑敲了敲,说我凌晨在小街桥超速了,车都上了130卖。 催我赶紧拿驾驶证,开违章通知,替银行交罚款。 我马上对交警说了我对违法记录的看法,并强烈要求警方出示我车违章的证据。 交警想了想说,好吧,你看一看雷达测速的录像。 交警把我带到另一个墙上满是屏幕的房间,在一个键盘上输入了我的车牌号。 录像清晰地就显示出来,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由远而近,从镜头前滑过, 屏幕的右上角监控数字飞快地变换着,最后定格在130.2千米每小时上,严重超速。 又一放慢镜头,我一眼认出,那就是我的车,千真万确是我的车,不仅车牌号相通。 金币就连反光镜抵托用胶部缠着,右前脚有一块硬币大的吊漆都是一模一样, 不可能是卡龙的。 的的确确是我的热辆车,只觉得我心脏砰砰砰地剧烈跳个不停。 车的图像定在屏幕上,我请求交警把图像放大,我要看看开车的是谁。 除了你,就是你的搭档,还能有谁? 交警有些不太烦,但还是按照我说的做了。 图像一步一步放大,也越来越模糊了。 只能看到一个大脑袋的,欠额头发稀少,有些谢顶的中年人,坐在驾驶室里。 我简直惊怠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就开始猜想,一定是有人半夜偷开我的车。 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令我觉得郁佳的惶惶不安。 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这些日子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现象,种种疑惑,种种猜测,在我脑子里打转,使我惊讶,甚至是惊恐。 我决定一定要探个究竟。 夜一深了,等妻子和女儿都睡熟了,我捏手捏脚地爬了起来,披上件棉大衣,拿上手电筒,敲摸摸地下了楼。 朝着我停车的地方走去,郭京哥,车不载了。 我的头嗡一下就蒙出了,我的车真的不载了。 每天收车,我都把车停在楼下的小树旁。 可现在小树边空空的,只有小树在夜风中,孤零零地摇曳着,不见我的车。 昏黄的路灯下,树影在地面上来回移动着,显得有些阴森可怕。 我的车丢了,我的车真的丢了。 等我猛然中缓过神来,马上想到了报警。 我跌跌撞撞地跑进派出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值班民警说,报案,车,车。 民警挺和蔼的,见我气喘吁吁,语无伦策的样子,说了几声不要着急之类的安慰的话,还给我倒了杯水递过来,让我把话说清楚。 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那民警脸上虽然带着笑意,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 可能对他们来说,机动车失窃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司空见惯,也许是总有什么报警电话打进来,民警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又接电话的,听得有些分神。 也许是我太兴慌意乱了,语言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每次民警接完电话,总是让我从头说起,尽量详细点。 好不容易听完了我的叙述,民警又拿出一碟纸来,开始做笔录。 做笔录是一问一答,民警问我姓名、年龄、民族、籍贯、家庭住着什么的一大堆。 我一一答好,好像不是丢车的,而是偷车的。 一问我的车牌号、车型颜色、出租车公司的名称之类的许多问题,我还是老老实实一一作答,最后才扯到丢车这件事上。 所有的细节一一问过,笔录录完了,已经是黎明时分,天色已经蒙蒙亮。 我在厚厚的笔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数十两个字后,民警让我回家等消息,说你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抓住偷车的犯罪嫌疑人的。 万万没想到的是,等我走回到我家楼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这辆富康出租车就停在我家楼下的小树边上,丝毫没有移动过的痕迹。 行在每天我停的位置,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又连忙跌跌撞撞地跑进派出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值班民警说,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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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丢。 民警上下左右仔细端详了我的脸好一会儿,然后轻声地说了一句,您有毛病吧? 难道是我昨天夜里看错位了? 我真的有点怀疑自己神经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这几天休息不好,看花了眼,可又意想不会啊。 自己家楼下再熟悉不过了,怎么可能看错地方呢? 反反复复地分析,我开始确信,一定是有人在半夜偷我的车。 我想到了监控中那个模模糊糊的大脑袋中年男人,对,一定是他深夜开走了我的出租车。 可这个人如果能大半夜将我的车开走,为什么又每天黎明把车开回来呢?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奇迹,我猜不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不是偷车的贼。 如果是贼的话,我的车早就没有了。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的公里表不准,每天多住二三百公里? 原来是这个中年人每天午夜之后开走我的车,我的公里很准,他每天开着我的车行驶了二三百公里。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觉得背后有些发凉,我猜不出这个中年人怎么把我车开走的。 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一天我寝室不安,根本没有心思拉火,脑子里总是若隐若现的那个模模糊糊的大脑袋的中年人。 我决定一定要揭开这个谜底,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在这所有奇奇怪怪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打通了出租车邻居大郭的电话,说我要借他的车用一晚上。 大郭不解的说,你自己车干啥不用啊? 我撒了个谎,我车坏了,晚上恰好来了个远方亲戚,我得去西站接人。 我要监视我的出租车一整夜,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想到真相,有可能就在今天晚上大白于天下,我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不禁热血沸腾。 我的那辆车,金币,红色富康出租车,安详地停在老位置,那棵小树旁。 刚过傍晚,我就把大锅的车要了过来,在距我的车几十米的一个漆黑的角落,悄悄地潜伏下来。 我在车里向我的目标望去,我的车周围清清楚楚,一览无余。 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只有耐心等待,夜幕一点点地悄悄来临。 忙碌一天的人们都陆陆续续回到各自叫做家的,提出处的房间。 整个小区渐渐地寂静下来,昏暗的路灯下只有那棵小松树,不知疲倦地在轻轻的夜风中摇曳。 我死死盯着我的车,不敢有半点大意,车纹丝不动,在小树下静静地停着。 小区房间窗户上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周围死意般的寂静。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深夜,我蜷缩在黑暗里,能听见自己的脉搏跳动的声音。 猛然间,我看见我那辆车边显出一个人影。 我紧张地像是传不上来,这个人向我的车门走来。 他看上去,四十多岁。 中等身材,稍胖,略显背脱。 走路的姿势,有些螺圈腿。 大脑袋,前额头发稀少。 北京人常说的谢顶的那种。 穿着一身出租司机的工作服。 我怕他看到我,把身子压得很低,极力地屏住呼吸。 只见那中年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车门,像是对车,又像是自言自语。 老伙计,我又来了。 随即拉开车门,斜了。 我的车明明是锁着的,它怎么一拉就开了呢? 我的心紧张地迅速跳动着,向上猛撞。 那中年人钻进车里,启动了发动机。 打开大灯,车缓缓地向小区外的大街拾去。 我也从慌乱中震惊下来,打着了车,马上跟了上去。 看了看车上的时钟,正好是午夜十二点。 它到底要干什么? 远远地我跟着前面那辆车,只见那车的顶灯被打开了。 速度不是很快,拐过一条街,路边有一对男女招手,那车靠了上去。 乖乖,它在拉火,我猛然醒悟。 它开着我的车确实是在拉火。 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从天通院到易西里。 从中关村到方庄小区,一波又一波的乘客,上去又下来的。 有时候,从后面还能看见中年人不时的歪头和乘客聊天,手臂在空中挥舞的样子。 从它开车的情形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个驾驶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有时,车两边空隙严严的,也就两指的样子,它也不减速,就从容穿过。 我跟上它,确实很费劲。 如果没有红绿灯拦着,我想我一定早就被甩下了。 就这样跟着它,那约凌晨三点钟,马路上的人更加稀少了。 前面的车子放下了乘客,空驶向保利大厦,在一串排队趴活的出租车尾停了下来。 我也跟了上来,停在它后面假装排队。 只见大脑袋有些谢顶的中年人,刚下的车来,前面的滴哥招呼他。 老谢,拿多少了? 像是很熟的样子。 中年人应着,178吧。 我猛然想起那天有个滴哥拍我的肩膀,叫我老谢。 原来,这个偷开我车的中年人就是老谢。 看来这个老谢开我的车拉火,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老谢打开我的后备箱,拿出抹布,利用等活的功夫,开始擦起车来。 看他的神态从容,仿佛那车就是他自己的。 他擦得又快又干净又仔细,连轮胎上的一点泥都不放过。 一边擦车一边嘟囔。 这个大班的真够懒的,血是够懒的。 排队的出租车一点一点地往前挪,等老谢排到,已经是一个小时了。 我的那辆出租车早已经是赠光瓦亮,一尘不燃。 我明白那天下雪,收车时打脏车,为什么第二天一下子就焕然一心了。 原来是老谢擦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宾馆大厅的门卫向这里招了招手,老谢把车开上去,载上一位老外走了,我继续跟踪过去。 这个老谢开着我的出租车,又融入了北京之夜。 一趟又一趟的拉活穿过大街小巷,忙得不亦乐乎,效率蛮高。 凌晨五点刚过,老谢送了最后一波乘客,关了顶灯, 把小红帽,就是出租车停运的牌子,扣在了前挡峰的空车灯上。 一路朝着我家的方向驶来,一转眼,就到了我家小区门口。 门口很窄,旁边还停着好多的车,它驾驶技术真是精,一下子冲了进去。 等我小心地减速过小区门后,那老谢早已经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只有我的红富康出租车停在了小松树下,纹色不动,轮毂还散着余温。 是这个叫老谢的人,午夜一直偷开我的车运营,事情终于开始出路端倪。 这个叫老谢的是何许人,他为什么偷开我的车运营呢? 看他神态丝毫看不出鬼鬼祟祟的不安。 好像那车就是他的似的,令我不解,令我疑惑,更令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产生了一定要彻底揭开谜底的欲望。 我回想起刚才老谢穿的工作服是我们公司的,端定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公司的司机,也许就是我的前任司机,起码曾经在我们出租公司干过。 对,一定是这样的,公司队长一定知道老谢这个人的,在他那里一定能找到答案。 上午刚上班,我就把我的车开到了公司,找到了车队队长,杨队长,打听老谢这个人。 我问杨队长,我之前这辆5007号车是不是这个老谢开的? 队长说是的。 你们认识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杨队长有些诧异,我说想和他聊聊,听说他驾驶技术,修车技术都挺好的,对这辆车的状况也熟,我想找他取取经,学习一学习。 我想,这是我和老谢两人的事情,不想让队长插手。 杨队长一边打量我一边说,他现在不开出租了。 他是不是大脑袋谢顶,四十多岁,中等个,有点胖,有点驼背,走路有点螺圈腿。 只见杨队长听着听着,眼睛越睁越大。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昨天还见过他来着。 杨队长急急忙忙慌乱地从一大堆资料中翻出一张报纸,手明显在发抖。 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问,是他? 我点了点头。 是啊。 杨队长眼睛睁得更大了,直瞪瞪地盯着我,嘴巴张着,好半天才从喉咙里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老谢他,他早就死了。 我顿时浑身站立,嗓子干得要命,赶着头皮发凉,头发根都竖了起来。 难道我见鬼了吗? 那是一张去年的京华时报。 报纸的题目赫然醒目,出租车司机昨夜与紫竹桥猝死。 本报讯昨天凌晨,在紫竹苑南路,一辆出租车司机猝死车内六个多小时后,才被人发现。 在紫竹苑南路,一个加油站路东,一辆写着喜来福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号牌为京币。 红色富康出租车静静地停在那里,汽车完好无损,只是两个前车窗被摇了下来。 一个前额头发略显稀少,面色发紫,脸部浮肿,已经停止呼吸的司机双眼圆睁。 右腿仍僵硬地弯曲地放在油门上,这个动作一直保持到了上午十点三十分。 尸体被抬上运尸车的时候,这名司机头部紧紧地侧靠在右侧的护栏上,车里有散落的方便面。 据了解,这名出租司机名叫谢国成,今年四十五岁,经赶到现场的120急救医生出诊,死因,因为疲劳过度,诱发心肌梗塞。 现场之前的民警表示,具体死因,得等尸体解剖以后才能知道。 报纸上还登了死者的现场照片,正是老谢。 我傻了,脑子懵懵地,喉咙向着了火,一口一口使劲地咽着唾沫。 杨阳队长和公司的其他人,一个一个用惊恐的目光直勾勾地瞪着我,像是观看一个关在疯人院里的病人。 说实在的,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空气下,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思想的熏陶,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神的存在。 可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根本无法解释。 我回想昨天夜里的一幕幕,尤其是老谢擦车的样子,那的的确确是照片上那个叫谢国成的死者。 难道我的车真的在闹鬼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重复的这个疑惑,慢慢地从惶恐的迷雾中脱离出来,理性的思维才渐渐恢复于我的头脑。 不要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就是有鬼,像老谢这样的鬼,我想也不会是很可怕的。 稍稍回过神来,我毅然按下决心,今天晚上一定要弄个明白,这个老谢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小区门口,视线一刻不敢偏移,哪个老谢还是迟迟没有显现,像是在和我的耐心坐着殊死较量。 午夜十二点,只见一辆富康出租车,正缓缓地驶出小区大门,我顿时心跳加速,像是要跳出来似的。 我一眼就看出,那正是我的内量,精毙。 是兴奋,是紧张,惶恐,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顿时也不冷了,只觉得自己的全身的血都在积极地流动,热遍全身。 我连连忙忙,冲着车招手,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车里的司机好像看到了我,穿过马路,朝我身边贴了过来,停在那儿。 我一看那开车的人,那不正是报纸上的老蟹吗? 鬼。 一想到这个字,我不禁心慌,甚至一闪念想到了马上逃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 牵在脖子上,有些喘不上来气。 我使劲地咽着唾沫,压制着心中的恐惧和慌乱。 我打开车门,明显感觉手在哆嗦,一股暖风扑面而来,随着一声,您好。 我定了定神,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坐上了车。 透过反光镜,再看一眼开车人,大头谢顶小眼睛塌鼻梁大嘴,模样和照片丝毫不差。 真是见了鬼了。 哈,请问您去哪儿? 老谢微笑地问我。 他没有认出我,其实我也不晓得他认不认识我。 他的笑容挺真诚的,一看就是个实在人。 我这怎的,看到面前的老谢,我反而不怎么紧张了。 去亚运村,随便报了个地名,开始慢慢地镇静下来。 好,亚运村。 老谢重复了一下,掉头向北开。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呢? 看到老谢实实在在地坐在我的旁边开着车, 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鬼联系在一起。 给您说个笑话吧。 老谢首先笑着,大破了沉默。 前几天我在西斩拉上一个外地人。 我说,你要去哪儿啊? 他说,去首都。 我说,这不就是首都吗? 他说,你别糊弄我。 这里是北京,我要去首都。 你说可乐不可乐。 他一边说着,一边右手在空中比划着, 不时往我这边看上一眼。 是吗? 我硬着,心情渐渐放松。 最后,你猜怎么着? 他要去的是首都宾馆。 你说这位爷,省了俩字,闹多大误会啊。 幸亏他没有说去太平洋百货, 要不然,站在这车还不得往海边开呀。 老谢把我都乐了,他自己也笑了。 那一通惊强的幽默, 让人觉得这人和蔼可亲。 我说,您把帽子口罩摘了吧, 车里暖和, 要不出去啊,非得感冒了。 非点早过去了, 没那么必要小心翼翼的, 门车甜甜消毒。 老谢冲我说, 我摘下头上的毛线帽子, 口罩没敢摘。 他万一认出我, 好在他没有在意。 这次呢, 我主动抢了话头。 师父, 这夜班开得蛮辛苦的啊。 哎呀, 可不嘛。 出租车不好开。 哎呀, 这车份高, 挣点钱都上脚了。 老谢边开车边说, 您这是专干夜班呢? 我开始不如正题。 老谢应, 啊, 是啊。 双班那还行, 我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 每天有一个人开车, 您还可以休息休息。 老谢笑着说, 哎呀, 马马虎虎啊, 这我那个搭班的呀, 真够懒的, 确实够懒的啊, 我竟给他擦车了。 我想说, 他的搭班的就是我, 我最烦的就是擦车了。 都不容易啊, 我居然在这个场合, 为自己辩解起来。 就在这时, 迎面有辆大卡车, 开着刺眼的大灯行驶过来, 晃得驾驶是雪亮, 老谢慌张起来, 猛踩刹车, 双臂交叉捂住了脸。 我的心骤然一紧, 传说中鬼怕见光, 没有影子, 强光中, 我极力地睁开双眼, 看着老谢, 老谢身后真的没有影子, 他真的是鬼。 幽灵, 这一定是老谢的幽灵附在车上, 我浑身开始发凉, 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 毛骨悚然。 把车呼啸地开过去, 老谢又恢复了笑嘻嘻的常态, 像是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是啊, 开出租的确实不容易。 老谢借着刚才的话, 又一边开车, 一边讲起了笑话。 那天, 一个人上了我的车, 问我为什么以前北京的出租车, 大多数都是黄色的。 我说那时候, 我们低哥还能挣点钱, 所以啊, 车是丰收的颜色。 那人就又问, 为什么现在满大街的出租车, 又变成红的了? 我说啊, 当今不挣钱, 司机苦, 那车的红色, 是司机们的鞋染红的。 那人又说, 听说以后, 又都改成黑色的了。 我说是啊, 到那时候, 我们都烧焦了, 能不黑吗? 老谢说着说着, 自己先笑了起来。 虽然老谢讲的是笑话, 但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反而听得心在颤抖。 我就这么坐着, 一个灵魂驾驶的出租车, 由中轴县自北向南穿过市中心, 来到了亚运村附近。 下一步怎么办? 我的思绪纷乱, 老谢似乎没有觉察出我的慌乱和不安。 到地方了, 停哪儿啊您呢? 就这儿吧, 我来不及多想, 车子缓缓靠路边停下, 老谢抬起了计价器, 计价器嘎嘎地响了一针, 打印出了一张发票。 结果老谢递过来的发票, 我怎么也看不见上面的字迹, 我翻过来去瞧了瞧那张发票, 或者说那是张白纸, 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老谢他不是真, 一定是鬼魂。 许子, 我换着自己的名字, 难道你不敢证实现实吗? 老谢说, 先生, 到了, 三十一块, 凑个整, 给三十八。 我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不知哪来的勇气, 慢慢地把口罩摘下来。 您是老谢师傅吧? 只见那老谢大惊, 嘴巴大大的张着, 半天也没有合上。 我的眼睛就这么平静地指使着他, 心里也确实平静了许多, 老谢想是好半天, 才把这眼前的一切反映过来, 磕磕巴巴地说, 我没吓着你吧, 徐兄弟。 果然, 他早就认识我, 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想你不会害我, 我说, 这看到老谢那慌慌张张的模样, 我不仅不在惊恐, 反而觉得好笑, 鬼也怕人。 虽然是第一面, 但我们彼此有所了解, 因此尴尬, 就像风中的云一会儿就飘散了, 老谢也恢复了常态, 哎呀, 我怎么会害你呢? 你是我的搭档,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你忘了有一天, 还是我救了你呢? 那民工从隔离带那边跳出来, 你愣是没瞧见, 还全速开呢? 要不是我帮你踩了一脚刹车, 那你今儿指不定在哪儿呢? 谢谢你老谢, 你救了一命, 也救了我。 是啊, 生命珍贵, 活着多好啊, 你大半夜的跟着我, 我知道为什么。 老哥我这跟你说啊, 我现在一个人, 不, 应该说一个鬼魂, 也真的好孤独, 夜里和乘客聊上几句还好些, 还好些啊, 对了, 有天晚上, 在小街桥好像我违章了, 天快亮了得往回赶, 你知道鬼怕见光的, 开得快了一点, 我看监控器闪了一下, 一定是路上向了, 我就这把罚款给你, 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夜里老开车吧? 看着老谢的样子, 我没有打断他, 只是点了点头, 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娘俩, 他们娘俩跟着我, 没想过什么福, 老谢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开始讲述他的往事, 老谢原来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起重工, 他说他们这代人最苦, 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上学的时候正赶上上山下乡, 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 结婚成了家, 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家家, 一家人安安稳稳的, 可几年前夫妻双双下岗, 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老谢没什么文化, 岁数也大了,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就干上了出租, 行着勤劳挣些辛苦钱, 老谢的媳妇谢嫂, 一直在一家饭店干着清洁工, 夫妻俩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让正在上高中的女儿家家, 考上大学, 将来比他们父母有出息, 不再受父母那份苦和累, 家家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呢, 总是名列前茅, 一家子虽然不富裕, 倒也其乐融融, 可一年前的一天, 谢嫂突然说头疼, 以为是感冒, 扛一扛就过去了, 后来疼得受不了了, 就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一出来, 如晴天霹雳, 脑瘤, 从那天起老谢就没有睡过三个小时以上, 温波在家和医院之间, 一个又一个疗程下来, 谢嫂不见好转, 家里仅有的积蓄, 也像血片一样, 消进了医院, 医生会证后说, 只有开炉做切除手术, 手术有一定的风险, 当老谢在病人家属上认定书上签字的时候, 一向乐观的老谢, 手哆嗦地, 写不下自己的名字, 老谢就是在谢嫂做手术的前以前死的, 当时女儿家家看护着昏迷的妈妈, 老谢又开车出去拉活, 为了治病, 家里已经欠了好多份债了, 车份马上要交, 不敢不行, 这一去就成了诀别了, 老谢说当时只觉得心口一阵疼痛,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生与死之间的门槛只有一步, 老谢凝望着夜空好久, 说, 活着多好啊, 只有人死了才知道, 生命就是那么脆弱, 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娘俩呀, 他们娘俩跟我没有想过什么福, 我死了, 他们娘俩可怎么过呀, 家里还欠了好几万的债呢, 我不敢不行啊, 我震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鬼魂呢, 死了以后还要为家为妻儿操劳, 老谢师父猝死在紫竹桥下, 双眼圆睁, 那是他放心不下生病的妻子, 放心不下上学的女儿, 死不瞑目啊, 人都累死了, 可阴魂不散, 还是要开车养家还债, 这样的鬼魂有什么可吓人的呢, 看着老谢师父那张略带浮肿的苍老面庞, 我真的不愿意承认这个面前的人是魂魄, 这是一个出租司机的阴魂, 那天夜里, 亚运村的路旁我和老谢师父, 进行了一次人鬼间的谈话, 我们达成了一个由人鬼合开双班车的协议, 是一切悬疑明朗化, 不再神秘兮兮兮的, 我白天开, 老谢夜班开, 老谢对我很是感谢, 掏出钱, 要给我的车分钱, 我一口回绝了, 我开玩笑说, 哪听说过有鬼还交车分的呀, 老谢说, 是啊, 还是做鬼好, 鬼不用交车份, 玩笑开得让人心酸, 又是新的一天, 依旧是车轮滚滚, 车潮如流, 这座城市里的出租司机们, 依旧以他们勤劳地生存着, 出租车, 穿梭于京城的大小马路, 大小胡同, 他们忙碌着, 奔波着, 撑起了北京的繁华, 转眼半年都过去了, 我和老谢的双班车, 每天都会融入北京的车海,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我们的京币三箱红色富康出租车, 都在不停地奔忙, 用我们辛勤的劳动, 来寄托对生活的希望, 我早上接车时, 停在小树下的发动机, 还是微热的, 车里车外总是一尘不染, 车身感觉郁佳的鲜红如新, 红得发亮, 我知道, 那是老谢的功劳, 他把车保养得像新的一样, 而且油耗明显地减少, 使我省心又省力, 我从心里感谢和敬佩老谢这个好搭档,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直到有一天中午, 我正在机场排队等活, 突然车里的音响自动开了, 一阵杂音过后, 喇叭里传出老谢熟悉的声音, 许子兄弟, 吃了吧, 老哥告诉你一件事, 我今天晚上不会再开车了, 以后都不会打搅老弟了, 我就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了, 老哥不会说什么感谢你的话, 真的这些日子给你添麻烦了, 后备箱里有一个红包, 就算老哥的一份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不然老哥在黄泉也会不安心的, 我真的开不动了, 我的血烧完了, 我猛然想起来, 我的车郁佳鲜红如新, 想起了老谢那天玩笑说, 他说出租车的颜色, 是用鞋染红的, 原来他说他自己, 想起了我车油耗明显减少, 油箱里的汽油是红色的, 心在站立,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烧的是老谢的血, 老谢, 老谢,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啊老谢, 我疯狂地喊着内心在颤道, 任泪水如泉水般涌出, 喇叭里的老谢继续平静地说, 兄弟, 多多注意身体, 活着真的好, 虽然辛苦, 但能全家人一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很滋润很幸福, 真的舍不得他们娘俩呀, 孩子他妈手术很成功, 孩子也争气, 可惜我没办法和他们团圆了, 最后还得麻烦兄弟一件事, 替我去看看他们娘俩, 把工具箱里那盘磁带给他们留个念想, 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打算中秋节一块开车去郊游的, 现在只能在梦里见上一面了, 我泪水禁不住的流淌, 眼前一片模糊, 哎呀, 你是不是哭了兄弟, 这就是生活, 别老是悲伤啊, 兄弟以后好好把握, 好好珍惜就是了, 还要勇敢地面对, 勇敢地承受, 老爷们儿没那么多眼泪的, 老哥好久没唱歌了, 今天给你唱个歌, 你凑合听啊, 他说风雨中这点通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通算什么, 这天正值中秋, 街上的人或行色匆匆或步履悠闲, 行色匆匆的, 大都手提着一盒月饼往家赶, 步履悠闲的, 大都是成双成对的恋人, 正在这中秋的傍晚, 感受着团圆的温馨和浪漫, 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才找到了老谢师傅的家, 那里是朝阳八里庄, 北里一片片排房中的 两间很低矮的小屋, 一个瘦瘦的脸色苍白的中年妇女 把我让进屋里, 她就是老谢的媳妇, 谢嫂。 屋里有个十六七的小姑娘, 礼貌地叫了我声叔叔, 然后就按照谢嫂的吩咐, 到礼屋做功课去了, 我想她一定是老谢的女儿家家, 谢嫂拿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端上茶。 屋里的柜子上老谢的遗像立在那儿, 镜框里头, 大头, 谢顶小眼睛塌鼻梁的老谢, 大嘴微笑着, 就像是刚刚讲完一个笑话 一犹未尽的样子。 看着老谢的遗像, 怎么能不想起和老谢 双开夜般的日日夜夜呢? 谢嫂仔细聆听我和老谢的故事, 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老谢的遗像, 不停地抽泣着。 谢嫂说, 每天晚上老谢都会来梦里看她, 问她身体怎么样了。 听说谢嫂的手术很成功, 老谢在梦里高兴地手舞足蹈。 梦里老谢说, 我现在忙着呢, 开出租挣钱呢, 把钱存在了咱们牡丹卡上了。 谢嫂觉得事情蹊跷, 就拿了牡丹卡去银行了, 果然卡上多了很多钱。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孩子她爸, 你死了也没忘了我们娘俩呀。 谢嫂气不成声, 我把磁带交给了谢嫂, 谢嫂接过来, 手不停地哆嗦着颤抖着, 好不容易把她塞进了录音机里, 老谢那熟悉的声音立刻在屋里回荡起来。 孩子她妈, 家家, 我也想你们呢, 可我真的该走了, 就是幽灵该去的地方。 真的放心不下你们俩, 这些日子我拼命挣钱, 我不想死后, 把一大堆债, 再留给你们娘俩。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你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 我把钱都存到咱们的牡丹卡上了, 还有我的丧事, 都是开车的穷哥们凑钱办的, 替我还人家。 低哥低姐不容易, 我只能为你们娘俩做这么多了, 以后还要靠你们母女相依为命, 千万多多保重啊。 孩子她妈, 自打你跟了我, 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们娘俩跟我, 没想过什么福, 我真的对不住你们娘俩呀。 一直说等你病好了, 咱们一家三口, 开车去康熙草原玩。 真没想到这一下子, 只能等到来世再团圆了。 谢嫂以泪洗面, 不停地抽搐着。 家家, 你是个好孩子, 现在你长大了, 一定要心疼妈妈, 照顾妈妈。 要好好学习。 爸爸呢, 放心, 等将来上了大学出息了, 就不会再受爸爸这份苦了。 将来不论你走到哪儿, 希望你不要忘记爸爸, 不要忘记你爸爸是个出租车汽车司机, 你永远是出租车司机的女儿。 屋里的门一下被推开了, 家家大哭着喊着, 跪在爸爸的一项前疯狂地叫着爸爸, 爸爸, 我想你呀爸爸, 天天都在想你念你呀。 你不是说好了一家人开车去康熙草原吗? 爸爸, 你回来吧, 你知道我和妈妈有多么想你吗? 你回来吧, 快回来吧爸爸。 只见那一项中的老谢, 嘴角微微抖动, 一串串晶莹的泪珠, 从眼睛中涌了出来。 老谢走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我的车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公里表似乎也慢了许多, 汽油又恢复了原来的颜色, 整个车子总是脏兮兮的, 我也懒得擦, 每天都在这都市的繁华中穿梭, 却感觉如行尸走肉一般, 总是无精打采, 提不起精神。 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个幽灵, 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日复一日地徘徊。 我打算合同期满了, 把车交了, 不想再开车了。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谢嫂打来的, 想用一下我的车, 说今天是老谢的周年, 她和佳佳去给老谢师父上坟。 我把车停到谢嫂家门口, 谢嫂和佳佳正等着, 他俩抬起一辆纸壶的汽车, 也是红色的, 三香富康。 大小和我的出租车相仿, 谢嫂说, 那是他们娘俩用一个月时间糊的。 天空碧蓝如洗, 老谢师父的坟在一座小山丘上, 周围青草阴阴, 我们一起把给老谢那辆车 抬到了她的坟前。 助力良久, 仿佛在感应着老谢的呼吸。 佳佳点燃了那辆香红的汽车, 火焰也是红彤彤的, 烈焰沸腾, 空气都在颤抖, 仿佛大地也在燃烧。 熊熊的火光中, 只见老谢那熟悉的身影探出车门, 冲谢嫂家家还有我, 招了招手, 微笑着又转过身去, 驾驶着那辆鲜红的纸车, 缓缓地向远方的蓝天驶去。